十几年前,美国的伊拉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,这场战争彻底地推翻了萨达姆政权,而伊拉克的人民,却要为此饱受折磨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零在专场还有很多孩子,因为战争的原因,或者恐怖分子的原因,他们不得不去工作养活自己,而搬砖成了他们首选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因为长时间的居无定所、贫穷饥饿等,现在伊拉克到处都充满了暴乱,反对派和恐怖分子也是层出不穷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为了平息这些叛乱,美军在此驻扎了八年,可是当美军撤军的时候,这些叛乱依旧没有平息,留下的是哪些受苦的百姓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伊拉克目前依旧是处于废墟的状态,因为恐怖分子的存在,伊拉克根本看不到几个好的建筑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唯一生活好点的恐怕就是在砖厂里搬砖的人了,图片来自东方IC。但是每天高强度的工作,这些人依旧吃不消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为了减轻一些工作量,砖厂的人专门弄了毛驴来进行翻砖工作,图片来自东方IC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每天需要做的事,那就是在不断重复的工作上,加上了厚厚的枷锁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高强度的工作量,连毛驴都累得受不了了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